叶马公司弊案关键人物刘特佐被指藏匿在缅甸 警队一哥丹斯里拉扎鲁丁表明 警方目前还没有从缅甸警方那里获取这方面的情报 但将会继续和缅甸当局密切合作 另外针对赵明福的案件 警方有信心能够遵守高庭的预令在半年内结案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仪 指控在逃富商刘特佐目前仍在缅甸 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丁透露 警方目前还没从缅甸警方获取这方面的情报 但我国警方会继续和缅甸互通消息 拉扎鲁丁今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学院出席活动之后 在记者会上补充 国际刑警组织也会共享情报 针对赵明福案件 高庭昨天下令警方必须在半年内得出调查结果 拉扎鲁丁表示 警方将寻求总检察署针对高庭指令提供建议 警方也会在潜在新证人协助调查的情况下 重新审视现有的调查档案 警方寻求总检察网警方寻求 他透露 吴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 纳都司理苏海利将负责这起案件 这名警队一哥有信心 能在六个月内完成调查工作